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金马奖最佳剧情片 得奖的是推拿 他不爱你 我看得清清楚楚的 天天想 没日没夜地想 就是想看一眼 来吧 单打白武就可了 孟宏大夫上钟摆会是二号车 跟他人一样 对啊 看不见啊 太漂亮了 是啊 来 帅哥 按摩 小马 你好好照顾她 牙齐不得了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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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老王的事 我把我妈不同意 你到底胜不胜 配不上你 我就是想知道 我妹到底是什么呀 美人的眼泪不一样 但是想过的链头是一样的 一般撒落银凉 一般沐浴阳光 非常沉 他又不是大款 他瞎你也瞎 你们太瞎了呢 我的眼睛 其实是私奉了 你不机会了 有啊 这过的是什么日子 我要死了 你心里就一点都怪了 没有哪个女人是看不到爱情的 眼下的女人尤其看到 来 快走 快走 快出去 快走 她一样的方法了 等着做事 天呗 你说你到底什么呢 我就拿着帮助去哪儿了 这不成交易了 是还吗 你呀 够了吗 这里还有一条命 别让我够了 去年金马最大赢家 今天很荣幸 邀请影评人图祥为我们分享 小图哥好 你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小图哥说到这一年 最值得期待的华语片 推拿是大家公认的神作 迟来的 迟来的 所以就您来看的话 推拿为什么能够获得 金马的最佳影片呢 它跟其他入围影片的优势 跟独特性在哪里 是 这个从去年颁奖完之后 就很多人在问我 因为我那时候在联合报写的专栏 我自己很任性的猜 我觉得全部都是大奖 都会落到推拿 后来除了最佳导演 不小心变成了许安华 其他都是 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是第一个 这个题材非常的独特 我想这个小说 可能有一些观众 或是读者看过 它是碧飞于老师的 这个原版同名的小说 叫推拿 那它就是描写一个 在盲人院里面的 一些来来去去的 这个盲人的按摩师的 一些生活跟爱情的故事 那小说本身就很特殊 很独特 建构了一个非常独特的盲人世界 我觉得丢到楼叶手上 真的是一个非常神奇的 一个改编 她太太做这个改编剧本 那我觉得在 从原著到电影里面 非常有意思 原著写得非常细腻 把每一个角色的内在 还有她发生的事情 感觉都写得非常的细 在小说里 我们会觉得推拿这件事 就是真的推拿这件事 是很重要的一个主题 它跟人的接触 跟客人的一个反应 可是到电影里面后 楼叶把它抽丝拨浅 把它变成其次了 在这个电影里面 最重要是盲人的世界 盲人的欲望 盲人的感情 所以我们在电影里面 看到的是这个作品 把小说精炼成一个 导演特别的世界观 然后给了一个很强的 一个在形式上的表现 我想到时候 大家去看这个电影就知道 这个电影的影像 非常非常的独特 它有的时候是 我们明眼人的眼睛的观点 有时候是盲人的观点 跳来跳去 它的声音非常非常的细腻 因为它要让你感受到 盲人其实很多时候 是靠其他的感官 可惜这个电影没有4D 这个电影连嗅觉 都是在电影里面 非常重要的描述的一个过程 因为它连里面 角色的一个欲望 很多部分是来自感觉 嗅觉甚至那个气氛 那在这个部分方面 我觉得推拿在去年的 金马奖的入围影片当中 应该是在形式跟内容上 都做到了最饱满 然后又有一个 让人非常认同 跟喜欢的一个情感 因为你很难不爱上 这里面的盲人角色 你也很难不被他们的 七情六欲所动容 所以我相信这个 在评审过程里 我听说了 它是这个压倒性的胜利 所以我想这个电影是在 考虑美学 考虑题材 还有考虑它在情感的一个 一个 一个风配上面 它都是一个非常非常顶尖的作品 我想得奖一点都不侥幸 所以去年的时候 你就已经预言说 它应该要得到最佳影片 我觉得它长得像是最好的 其实去年的电影 白日焰火我也觉得很好 那可是比较起来 白日焰火真的比较冷 这个电影真的比较温暖 你知道有时候最后 那个比赛的投票 就在一念之间 那这个电影里面的一个感情 一个大胆 跟在形式上面的一个豪访 其实是很吸引人的 其实大家台湾观众 对楼叶导影也不陌生 尤其他过去因为颐和园 还被禁了五年 不能拍片 所以小图哥觉得 这次他拍推哪有超越他自己 我觉得以他这几年的成绩来说 我不敢说有没有超越 但我觉得他几乎在我心目中 在楼叶的电影里 跟颐和园已经到了 等量的一个位置 地位 对 几乎是他这几年来 我觉得最好的一个作品 那一方面是这个文本本身 就很大的一个挑战 但我觉得楼叶把它做执行的 相当的好 那这个电影里面 其实他 我刚刚已经说过 他精炼出来的是 他自己最拿手 跟他最有感觉的东西 比方说我们在电影里面 看到了感情 看到了性 这个性里面又牵扯到 大环境的一个政治 这个政治不见得是 我们想象的那个政治 是比方说 盲人跟平常人之间的差异 然后有钱人跟 没有钱的人之间的差异等等 那这些东西 其实是楼叶一项电影里 非常擅长的 他的电影里 永远有赤裸裸的性 可是那些性又不见得 会只是要耍噱头 那些性都跟角色 被陷在一个困顿的环境里面 是有息息相关的 不管是颐和园里面 六四 还有学校封闭的环境 或是春风纯醉的夜晚 和这个扶尘迷失里面的 第三者 以及外遇的 被外人所看待的 还有自己面对 婚姻关系的这个部分 其实从这些角度 都是楼叶很擅长的 那这个电影里面 其实在拍的一个部分 还有一个我觉得 楼叶把他自己 很喜欢的一个美学 运用的极好 就是他很喜欢 让镜头是以手提摄影的方式 在狭小的空间 跟看起来不像是电影 容易调度的空间里面 去运动 一项他的电影 都有很精彩的部分 在这里 那这个电影超合适的 其实这个电影真的不太能 在小萤幕里面看 因为这个电影有非常多的戏 都在很狭小的按摩院里面的 按摩间的小空间里面进行 那这个摄影机的一个 一来一去 还有它的灵活调度 甚至在狭小空间里的变化 非常的让你可以近乎 直接透过大萤幕去感觉到 盲人在这个空间里面的 一个感觉 所以我觉得 其实在这些部分里面 你都会看到 楼叶把他非常擅长的部分 找到了一个 很棒的一个题材里面 去做结合 那这个电影里面 其实你几乎 可以透过一个小小的盲人 因为看到 除了盲人的世界以外 其实也看到 我们明眼人很多的世界 跟这些盲人的世界 其实是一样的 我私下跟朋友们开玩笑说 这个电影里面的爱情 是很穷摇的 就是我爱你 你爱我 他爱他 感情永远不是 你想象中的这么直接 或是顺遂 可是在盲人的世界里面 看起来像是物理看花 但就像那个预告片里面说的 其实眼瞎的女人 看得更清楚 那我觉得楼叶把 这个题材 跟他擅长的一个 形式上的一个变化 结合得非常好 这是我近年来 最喜欢的一个楼叶的作品 我觉得秦浩是最难的啦 因为秦浩设计的是 眼睛 就是要开不开 要张不张的 我觉得他在拍摄的过程中 眼睛 翻白眼 翻了很多次 眼睛应该很不舒服 但是这也让这个角色 变得非常的有说服力 就是我们忘记 他是一个帅哥 前号 小图哥一直在讲推拿 其实里面是讲了 明眼人跟盲人之间的 很大的不同 对 那我记得电影里面有说 就是因为 明眼人是在明处 盲人是在暗处 所以明眼人之于盲人来说 是等同于神的一个地位 所以是完全我们没有办法 就是从以前都没有想过的一个角度 来看盲人的世界 那楼叶导演 其实他真的是 中国导演里面 最有代表性的一位 所以可以再帮我们介绍 导演的风格 还有他过去的作品呢 其实楼叶导演 算是少数在台湾 还蛮被了解的一个导演 因为他的作品很多 大概从苏州河之后 几乎都有在台湾应演 所以金马奖也跟他 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他其实很多次都 入围了金马奖 所以很多作品也因为金马奖被引进 那我觉得他一直都是一个 很有自我风格的一个导演 包括我刚刚说 他关心的题材 那他也没在怕的 就是他经常是冲撞体制的 那个人 所以当全世界人都觉得 你不应该拍六四 全世界人都觉得 你不应该拍这么大胆的性爱戏 他就在一个颐和园里面 让最大胆的性爱戏 跟最吓人的六四同时出现 我相信他很清楚的知道 这个是一个 不只是冲撞体制 这已经到了一个 几乎是革命的一个状态了 不过他还是坚持要做 从光从这一个 大家都很知道的 这一个部分 你就可以知道 楼叶是一个不随俗的导演 那他一向有他自己的 一套的一个说法 跟影像的风格 如同我刚刚说的 喜欢他的人会觉得 他的这个手提摄影 非常有神采 跟着角色的一个律动 和影像的一个呼吸感去感觉 当然不喜欢的人可能觉得头晕 那另外还有一个大家常说的是这个 楼叶经常会让他的角色 讲出非常多浪漫的 甚至带有文艺腔的这些对白 可能不习惯的人也会觉得很肉麻 可是很多时候他又跟其他的大陆导演 那种大剌剌的一个 比如说他跟姜文 就有一个极大的一个差异 那他是用这样的去方式 去细腻的描写他角色的一个内在 或是一个情感 所以你看到的这个楼叶导演 其实代表的又是 在大陆的导演里面 一个不太一样的路线 所以包括我们刚刚谈到金马奖 很多人说去年的金马奖 都是大陆片获奖 可是像推拿这样的作品 其实他在大陆还是一个很困难的 能见度有点低的 戏院拍的很少的 然后很难上映的一个非主流的电影 问题还是在于 其实这个电影是非常的精彩 但他并不是主流的 大家喜欢这样的大陆电影 所以反而到了金马奖之后 他就会很明显的被这些评审所看到 他在美学上的一个独特 在观点上的一个独特 还有在形式上面的一个大胆 那我觉得只要你能够接受电影 有很不一样的一个拍摄方法 很不一样的表现手法 还有很不一样的讲故事手法 我觉得你看推拿会非常的愉快 而且如刚刚那个预告 其实这个电影一点都不闷 其实刚刚那个预告越来越激烈 我觉得我个人觉得这个电影还蛮激烈的 它里面有很多在描写人面对残忍的这个弱弱强食的世界 做出的那种血淋淋豁出去跟大胆 甚至比一些恐怖片或动作片的尺度还要大 对 所以我觉得其实即使从来没看过楼叶的电影的观众 你就把它当成去朝圣一个金马奖最佳影片 为什么他已经卡诺 我想去看一看你可以理解这个部分 也可以从这一部片开始认识楼叶导演 也是一个蛮好的开始 小多哥可不可以再帮我们介绍楼叶导演 他过去的作品呢 第一个大家台湾最熟悉的是苏州河 这也是周迅刚出道的一个作品 那这个电影我想如果比较久远 但是我想如果看过的观众一定都记得 周迅在里面一人分尸二角 把里面的男人耍得团团转 看起来好像没有关系 可是两者之间又抽丝剥茧的有着关系 其实从那个时候你就会看出楼叶在说故事方面 有他的独特的一套 他不会按照刻板的方式去讲故事 所以这个电影你可以有各种不同的解读 也有不一样的看法 每一个观众可能都看到了不一样的解读跟结局 那当年一出来就在这个国际营展上得奖 在路德坦得奖 也等于是让这个楼叶很快的就在国际上打开知名度 那另外像有两个我觉得特别有意思拿来对照 也是他在之前金马奖都获得很多提名的作品 一个是春风纯醉的夜晚 一个是浮沉迷世 其实这两个电影我都一直觉得可以对照起来看 因为他们都是讲小三的故事 那这个春风纯醉的夜晚比较特别 他是讲一个男的小三 就是结婚了以后发现自己是喜欢男人的一个男的 然后他跟他的这个男友就私奔了 然后老婆跑来闹啊等等 当然是挑战这个中国的一个禁忌 那在这个浮沉迷世里面只是透过一桩车祸 去揭开一样一个男的大老婆跟外面的这个小老婆之间的一个关系 那这两个电影我觉得都蛮好玩的是 看起来它都是一个很小的描述一个三角关系 或者是说对抗这个一夫一妻制的一个状态 可是其实它往后扩散出来的 其实都在反映中国当代社会的一些状态 比方说春风沉醉的夜晚里面 看到大家面对同志议题 还有面对同志跟婚姻之间的这个冲撞 然后浮沉迷世就发展出更多了 比如说他的两个大老婆跟小老婆是一个截然不同的社经地位跟环境 他们甚至还有斗法的这个状态 讲起来很八点档 可是在柔叶的电影里面 其实它透过小小的家庭跟婚姻的一个关系 其实想要讲的东西绝对不是这么单纯的 那这个也是柔叶电影里面经常会看到的 它从小的东西 从小的人物的关系 从身体 从这个情感 其实去呼应的大的这个中国的环境 所以也是它常常得罪中国政府 电影常常被剪 或是被禁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所以小独哥 为什么柔叶导演这么喜欢 就是把他的主题放在爱情 或者是欲望上面的你怎么看 我觉得应该就是他喜欢吧 他关心吧 我看过一个访问 他说他对人的身体特别有兴趣 他觉得身体是不能骗人的 如果讲这句话 你就会觉得他拍推拿 这是太有道理了 就是你看不到的时候 你的欲望 你的反应 你的身体更是不会骗人 骗不了人 所以他在电影里面 其实我觉得他都会透过他的故事 跟他的一个拍摄的一个手法 把他想要讲的这种东西 很大胆地说出来 那观众其实会透过他的影像 感受到这种能量 跟这个力量 有的时候看起来文绸绸的 可是其实他背后的那个力量 反而更强大 我觉得这里是楼叶很擅长 也很厉害的一个地方 这个电影有可能是这个 楼叶的电影里面算是 最平易近人的其中一部 那我想最重要的是 你用心跟这个用不一样的眼睛 去看待这个电影里面的 一个盲人世界 也许这个电影是 你前所未有的 从来没有过的视觉感受 让你最接近 看不到的盲人的世界的一个感受 推拿的故事 其实是有好几条支线 对不对 可以帮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其实这个电影 说故事有点复杂 他就是讲一个叫 沙中奇的这个推拿中心 故事背景在南京 这个都跟小说一样 然后里面有非常多组的人物 我举几个例子 比方说大家很熟悉的秦浩 就是现在跟易能静结婚的这一位 秦浩演得非常好 他在电影里面就演这个沙老板 他是一个这个 不甘于做盲人 所以他会去跳舞 他会不断地追求女孩子 跟女孩子朗诵诗 给他许一个未来 他认为盲人也有追求 跟正常人一样追求爱情的权利 可是另外一个这个 郭晓东饰演的王大夫 他可能就是另外一种 他爱上了一个跟他一样的盲人 可是那个女孩子的家人是不同意的 所以他必须得带着他私奔 去创造他们自己的未来 然后另外一个像 在电影里面非常抢眼的一个男演员叫黄轩 他演的叫做这个小马 那他又是一部一样的角色 他是后天才因为车祸而失明的 所以他其实一直不甘愿面对这个 甚至有亲身的念头 可是他在电影里面代表的是一种年轻 一种本能跟一种欲望 他看不到 可是他感觉到了那个欲望 他想要去追求 他想要追求的性或是爱情 所以其实光男生的这几个角色 就已经非常复杂了 当然相对应有很多女性的角色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电影里面 还蛮难的是 小说可以用很厚厚的文字 仔细地去细数 叙述这些角色的一个细腻的内在 但电影的篇幅很有限 所以我觉得这个剧本的改编是很成功的 他把几个主要角色抽出来的一个篇幅 几乎都可以让你非常快 透过一场戏或两场戏 就抓到这个角色的内在 有点可惜是这个金马奖的入围名额 永远都有限 要不然我觉得除了得到这个 最佳新演员的张磊以外 其实我刚刚提的这三位男主角的表现 都非常的精彩 都非常的好 那既然提到这三位男主角的话 一定要帮我们讲演员的部分 这次尤其是群戏的方式呈现了 有专业演员 也有素人演员 所以小图哥怎么看这些演员的表现 我觉得这是一个难度极高的安排方法 我简单说到时候大家去看 其实这个电影里面的几个主角 大部分都是演员 就是是导演另外找来演的 那只有很少数很少数的 像得到金马奖最佳新演员的张磊 他真的是盲人 那你想象这个真正的盲人 跟去表演的这个盲人 在电影里面 他们其实自然的要去谋合 就是一件有点困难的事 所以其实张磊的反应 就是自然到让人家觉得很神奇 我觉得他得奖真的是实至名归 可是其他的演员就得考验 你如何去设计一个所谓的盲人的角色 所以我不知道这是楼叶导演 刻意设计的 还是他跟这些演员沟通出来的 其实在电影里面 每一个演盲人的演员 他们都有不同的表现方式 比方说我觉得秦昊是最难的啦 因为秦昊设计的是眼睛 就是要开不开 要张不张的 我觉得他在拍摄的过程中 应该翻白眼 翻了很多次 眼睛应该很不舒服 但是这也让这个角色 变得非常的有说服力 就是我们忘记 他是一个帅哥秦昊 我有好多朋友都说 他们电影看了很久 才知道那个人是秦昊 对 那郭晓东是另外一种 他是把眼睛张开的 那他就是另外一种的演法 那其实每一个人在里面 他都得去设计 不一样的一个表演的方式 但有时候这又是一个 很好玩的状况 就是我们对盲人 好像某种程度上 有一种刻板印象 比如说他一定要怎么样 可是在这个电影里面 就呈现了很多种 有的人是眼睛张开的 有的人是眼睛闭上的 有人告诉你 他还看得到些许的光线 有的人是全盲 那每一个人 因应到不同的状况 他们就有不一样的一个反应 那也考验了这些演员 那整体来说 我觉得就光这些演员 来自不同的表演方法 然后有的是盲人 有的不是 然后有的是素人 有的是职业演员 其实楼叶在电影里面的指导 几乎是非常平稳的 你几乎不太看得出来 很明显的一个破绽 而且也让这些演员 在里面有非常精彩的发挥 小兔哥 女演员的部分 要不要帮我们介绍一下 女演员的话 其实特别这个 特别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这个张磊 他应该是导演选了很久 选到的一个盲人演员 所以他也许一辈子就只有这个角色 可是他在电影里面表现出来的那个自然跟困难 并不是只是因为他忙 就是他天生忙 我想大家去看这个电影的时候 可以特别注意一下他几场情侣戏 我觉得那很难 就是你要一个真的看不到的盲人演员 然后有镜头在旁边 跟一个陌生的男演员 去表演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性感的戏 或是床戏 而且他在那个床戏里还不是只有床戏 他还表现出了某些欲望 或是某些挣扎 其实还蛮难的 那这个角色其实还蛮不容易 那另外一个角色 大家印象会比较深刻 是梅婷妍的那个角色 就是他长了一张很美丽的脸 他在碰到所有客人的时候 所有客人都说 哎呀长得这么漂亮可惜了 这对他来说是多大的讽刺 他永远看不到自己的 所谓的美的长相是什么 那这个演员 其实他之前曾经在一些大陆电影有看过 不过在推纳里面 也是让我看到了很不一样的一个面貌 还有一个小小的有趣的意识 可以说是 他因为拍了这个电影 跟这个电影的摄影师 就是也得到金马奖 最佳摄影的增见 后来结尾连理 也是一个很好玩的 因为拍电影而结合的故事 所以以小图哥来看的话 会怎么样推荐推拿呢 我觉得这个电影 其实它是一个 不要给自己任何设限的一个电影 就是你也不要因为金马奖的光环 你也不要因为楼叶 听起来很文青或是很艺术 这个电影有可能是 楼叶的电影里面 算是最平易近人的其中一部 那我想最重要的是 你用心跟这个 用不一样的眼睛去看待 这个电影里面的一个盲人世界 也许这个电影是你前所未有的 从来没有过的视觉感受 让你最接近看不到的盲人的世界的一个感受 我觉得这是这个电影 非常非常独特的一个地方 大家应该可以从里面去感受到 另外一个世界 是 今天非常感谢小图哥 帮我们介绍推拿 谢谢小图哥 谢谢 谢谢 可是妈妈 我知道我没有翅膀 所以我死了 就像我畜生一样 陌生爱的那个姑娘 她一点一点知道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